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正国级或者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 在这个年龄 68岁不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心脏病无非就是这么几种可能性 就是心脏病 第一个就是长期的心脏负担过重了 所以就使得心脏衰竭 那么这种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肺心病造成右心衰竭 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造成左心衰竭 但这种它不会是突然发生的 就这种病人都是病得长期卧床 然后脱脱最后去世的 所以不符合它的情况 那么第二种是大面积的心肌梗塞 那么这主要是观众动脉这个狭窄 或者是硬化或者是堵塞造成的 那么它的原因就是观众动脉硬化 那么这个就是说突然它运动的时候 那么来不及供血 这个不会是毫无正向的 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人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从来没检查过的 然后其实他那时候观众动脉已经很狭窄了 那这个时候突然运动可能会 但是国家领导人 他是要定期检查身体的 而且现在检查的方式非常简单 也是无损性的 就是做一些这个正常的检查就能发现的 所以这个日常检查身体 心脏还是个主要指标 所以呢是不可能没有发现 不会让他去做一个大的运动量 去拼命活动的 而且这种呢 就是保健医生一定要管着的 而且一有正向的话 就是当出现心脏正向的时候 那么用硝酸甘油去缓解 效果是相当好的 而且一般情况下 不会到用硝酸甘油去化解的程度 这是这个大面积心肌梗死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心脏骤停 这个呢其实也不会是无缘无故突然发生的 一般呢先前都会有一些 各种类型的心力不齐的表现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预防的 就是说因为一个是服药 如果不服药的话呢 其实呢还有一个 就是内置起泊器 还有一个呢体外起泊器 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在中国我为什么说领导人不会不容易呢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这个体制啊 跟全世界区别很大的 就是说他80%的政府的医疗投入啊 是用于这个850万党政官员身上的80% 那么你可想而知哈 这还是到850万 就上千万的这个党政官员 那到了金字塔顶尖的这个1% 或者到了政治局常委那是千分之万分之多少 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了 那么他们享受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医疗待遇呢 这你可以想象一下 呃所以说到了这个国籍的话哈 他就是不是一个人为他服务了 不像一般老百姓看病是到医院里面去 他们是专门有个团队为他服务的 所有的服务都是两体才医的 就针对你这个个人设计的 那么就是说你再看一下哈 有人说哈 说李克强入住这个宾馆哈 说附近没有好的这个心脏病医院 呃那么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宾馆 先说一下这个 这个叫东郊宾馆 上海东郊宾馆呢 和另外一个宾馆叫西郊宾馆呢 实际上同同样都是上海的国宾馆 东郊宾馆呢 还是上海最大的一个国宾馆 他的整个设计风格哈 和钓鱼台国宾馆呢 是非常相似的 呃中国和外国的领导人 到了上海的话 那么长去的地方就是 这个东郊宾馆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宾馆因为是专门接待国宾的 呃包括内外的 所以说呢 他对这个医疗紧急 这个状态啊 他是有一套完整的预案了 就是说 绝不会说呃 临时出了问题以后 然后去找哪个医院近一点 没有这种事情的 呃 再说哈 就是像这个级别的哈 这种这种医院哈 应该是有直升机的 不存在远近的问题 呃所以说呢 呃不要说去到哪送到哪个医院去了 就是宾馆自己他都会有一些紧急处理的地方 就是医疗处理的这个系统 因为宾馆都应该有的 呃 所以呢 他呢 送去的呢 是一个曙光 叫做曙光医院的 呃 像这种国宾馆哈 往曙光医院送的这个可能性 本身并不是太大 呃 不是说曙光医院没有这个能力哈 处理这种紧急心脏情况的话 上上海的很多医院 不要民意医院 都能够 就是 超过所谓构格的水平 呃 因为上海的医疗水平的话哈 呃 我相信不会低于北京 而且肯定会高于全国其他的省市 那么我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呃 所以曙光医院本来是 我相信是够格的哈 我只是说 李克强送曙光医院的话呢 这个机会不多 因为他们不可能送普通的 能够处理这种情况的医院 而是一定要送最好的医院 曙光医院呢 它是上海中医 叫中医药大学的这个附属医院 那么对中共领导人来说的话呢 当然他也有相信中医 也有相信西医的 但是我想哈 在中国一般的观念 就是相信中医的人 他也会认为中医主要是用来调养 处理这种心脑的紧急状态的话呢 还是西医比较可靠 我想这是中国医疗界特别是给高干看病的 他们也不拒绝中医 也不拒绝各种呃 其他的方法 但是呢他们会在紧急处理的时候他会找西医 那么这里呢我就提出两个疑点来哈 第一个疑点呢就是李克强的保健团队 是不是原班人马 如果不是原班人马的话 这里就有一点了 就是有没有临时换人 也就是说临时换人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他就不知道李克强对李克强的整个病态 整个身体状况没有那么撩碌之长 所以反应可能会慢一点 这有可能的哈 这个需要 这个就是说当然不可能查了 这永远是黑箱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 谁决定把他送曙光医院的 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宾馆 对国家领导人的这种警局医院的要求 最后呢就是他谈到他68岁了 大家知道哈 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提出过这件事情 就301医院呢做了一个广告 就是说首长健康工程 就他们把领导人的长寿目标呢 是定在150岁的 虽然现在还远远达不到哈 但是中国领导人的 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寿命 普遍高于全球领导人 据说在2015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百分之 就是88岁了 但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哈 90到100岁 这是一个比例相当高的这个区间 年龄区间 而70岁这个年龄 这个年龄段突然死亡的哈 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那么关于李克强本人的这个定论哈 有人说这个时候开定论了 我个人没有什么评价 作为一个总理来说的话 他属于中共权力结构的第二号人物 那有人呢就说了他的很多好处 也有人呢说他说了他很多坏处 说他在任的时候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呃这个我不去评 不可能没有做过一件事情 也没有不可能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我更倾向于是什么呢 呃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这里我就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谈他 因为李克强 他个人的经历哈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就是说他正好和中国文革后的这个 呃经济改革开放 完全重合他个人的从政的经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 他应该是高考恢复以后第一批考入北大法律 法律系的 就是说是七七级的 第一批考试进去的 呃 而高考恢复高考呢 是文革结束以后 中国的政治转向的第一个明显的信号 因为那个时候哈 就是大家知道后来清算文革 还有一个呃提出改革开放的 他分别是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 但是那个时候啊 三中全会六中全会还没有开呢 那是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 重新付出以后恢复权力以后 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 因为他知道哈 要改革开放了 将来肯定要转过去 呃而人才呢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知道培养人才呢 是当务之急 而且他不可能等到 把一切都拨乱反正以后再开始 所以他提出来第一个就是先恢复高考再说 所以那个时候 你想我的命运就是那时候改变的 我也是七七年高考 七七年高考 但是那一批呢全都是七八年 二月份的时候入校的 因为当时所有的学校都来不及 呃那么 他在北大呢就开始投入政治了 就是呃北大团委书记嘛 然后就到团中央 我就简单讲几个关键点哈 然后就到团中央当第一书记 然后呢先后呢到河南省 后来到辽宁省 成为省的地方大员 然后再进入中央 所以他是经历了这个中国 后文革时期 就是文革结束以后 改革开放时期的所有的事件 从这个七七年高考开始 呃最后呢在自己当总理的任上 又募集了和亲身经历了 这个中国改革的死亡过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哈 他就是中国最后一个 就是最后一任改革开放时代的总理 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 是李克强并非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任务 就是他的死呢 却象征着这个时代的结束 那么这里呢我想谈几个 比较诡异的事情哈 呃首先讲一下清末的改革 清末的改革呢 就是呃洋务运动主要是经济改革了 而政治改革呢实际上是戊戌变法 就是别白日违心 那么呃朝廷的代表人物呢 其实是慈禧和光绪两个人 因为真正要决定是不是违心 是不是要改革的话 是不是要变法的话 呃那不是康尤为说了算的 呃那得是朝廷说了算 所以慈禧和光绪这两个人 后来变法失败以后呢 后来变法失败以后呢 这个光绪被软禁 呃然后呢这个 一九零八年的时候 一九零八年十月十四号 呃驾崩了 然后呢 这个二零零八年的时候 考证他其实是披霜中毒 死亡的 那么第二天呢 第二天慈禧驾崩了 三年以后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 虽然在这之前哈 慈禧又启动了宪政改革 但是呢 大清的命运 其实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 就基本上定了 那么到了一九七六年的时候呢 历史有一点重演 就是曾来诸德毛泽东 就是中共建政的三个巨头 一年内 全都离世了 而且当时伴随着 激灵的隐石雨 和唐山的大地震 而且周恩来和朱德 都算不上是正常死亡 周恩来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毛泽东不让他治 朱德呢 很大机会 也是被这个蓄意 受粮 治病而死的 这个不评价哈 就是 什么当时大家认为 周恩来是个好总理 是当时大家不了解内情 中共内部里面 能当到这么大 没有好人 这个基本上是肯定的 那么现在呢 正好呢 也处于中国又一个历史大变迁的转折点上 李克强 跟他们那些人不同的是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几位哈 都是历史风云人物 那李克强呢 应该是算不上 只有这一点区别 但是呢 这个很诡异的历史事件哈 我们把它谈一下 那么李克强对习近平本人 是不是构成威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哈 李克强对习近平没有任何威胁 他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实际行动 团派本来就是给中共的核心打工的 没有见到哪个团派的高层核心人物 有政治野心的 他要暴露出来的话 他就上不去 你像胡耀邦 胡锦涛 这个到李克强 甚至包括汪洋在内 他们都不对当时的真正统治者造成任何威胁 但是有没有威胁并不在于李克强 而是习近平怎么样看 在几个问题上哈 习近平是可以也可能把李克强当作威胁的 呃 克强指数算不上哈 因为那不是针对习近平的 他只是对经济的一个自己定个指标而已 呃 但是呢 他说到六亿人收入低于千元 这个就可以算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之前习近平宣布脱贫成功 是他的伟大成就 那你这个话等于就是 否定了他的伟大成就了 再一个呢 就是退休之前 他说了一个人在做天在看 苍天有眼 这个也可以算 因为毕竟他是总理嘛 他总理 他说人在做天在看 实际上就是我无可奈何 很多事情我想做做不了 那他是国务院的总理 国务院都应该听他的 做不好的话 应该是他的责任 别人抱怨他 他不能抱怨了 他只能往上抱怨 唯独可以抱怨的是他上面的 就是习近平 对他限制太多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 习近平要知道了 肯定是不高兴的 那么最后呢就是 呃 西夏里上这个说法 虽然 李克强多半没有这个想法 呃 但是别人愿意 也只能打他的旗号 因为一个人退休太久以后哈 他就没有了这个 呃 所以说真正的这个权利哈 他必须要让别人知道 就是别人老是看到他出头 老是看到他出面 这才可能这个旗号才可能有用 所以呢 如果说 别人愿意他出头 而且要把他推上去的话 这就是典型的犯上 就像光绪一样呢 光绪不见得想做那件事情 但是康有为呢 确实有推动光绪 呃 去这个 呃 就是逼慈希 还正于光绪的这个动作 所以是康有为做的 结果呢 呃 慈希就不高兴了 因为这个事情啊 不在乎光绪怎么想 只是慈希 相信了 这就行了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 如果当年李克强哈 呃 是接班的话 因为大家都说 李克强本来是要接班的嘛 如果他接班的话会怎么样 呃 我想有这么两条 第一条 不会让他接班的 就他接不成班的 这不是他说了算 也不是想叫他接班的人说了算 历史上中共在 所有的关键时刻 重大关头 这个结果都是人们认为最糟的 无论人或事 这个结果都是最糟的 你一次可以说是偶然的 但是每次都是如此 从来没有例外的 那就很说明问题了 这个呢 跟这个呃 是跟这个好和坏的标准不同 有关的 因为正常人的标准呢 认为那是一件最坏的事情 但是中共的标准呢 那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所以是标准不一样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即使他接班了 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就是为什么我不评价呢 是不管他做的好 还是做的不好 他对中国最近十年的 这个历史进程 几乎没有影响 就在于此 就说他如果接了班 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 你想想看 中国最有名的两个改革派 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 都没有能够改变 中国发展的命运 改革的命运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 中国最高当局 那些元老们决定 就是永不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 到那个时候 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 中国改革的命运就定了 那么所以人称 习近平为加速师 而不是说转向 这是有道理的 加速是同一个方向 走得更快 而不是说说 打了个油烫 转回来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邓小平知道这一点 他留给后人去解决 他说我们现在不争论 他留给后人解决 所以说邓小平什么呢 向右转打左灯 中共所有的运作 都是黑箱操作 我相信李克强在经济上 他是属于改革派的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每个人是什么派 甚至我都不知道 他真的是不是改革派 但在经济上 中共官员 绝大部分是改革派 改革派的 而政治上呢 我认为中共是没有改革派的 也许胡耀邦赵紫阳呢 多少沾一点点边 所以无论李克强的这个政绩如何 在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这几年 他仍然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个悲剧人物 而且在中共的治下呢 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解 中国实际上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彻底抛弃中共 那我后面再稍微讲一下这个哈以冲突哈 哈以冲突呢 有一个新进展 就是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呢 在周四和周五 就是昨天 昨天和今天两天呢 两次短暂的攻入加沙 对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包括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场 但是显然呢 这不是正式进攻的开始 就我认为哈 以色列的目标不一定是反坦克导弹场这种地方 因为那是很容易从空中摧毁的 而地面攻击呢 也不比空袭更能减少平民的伤亡 所以呢 这是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所做的试探性的进攻 所以它是这个 以色列的战略 我认为 是争取撤出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平民 减少平民伤亡 引起的国际负面舆论的压力 如果哈马斯 随着平民撤走的话 那么以色列呢 就将设法去摧毁地道 和地面的军事设施 如果哈马斯 不撤走 留下来作战的话 那么以色列的军队呢 就会少很多贺顾之忧 因为平民撤走了很多 我觉得这是 他们的想法 至于怎么打战术 我们不知道 那么国际舆论呢 现在对以色列是不利的 但并不是说 时间越久就越不利 而是说呢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苏战苏绝啊 这个舆论会当然会爆发 但是呢 它自然会降温 时间过去了 总会降温的 迟迟不进攻的话呢 它会使这个不利的舆论 持续更长的时间 是这么一个因素 但是因为加沙的人口啊 地形复杂啊 还有地道 就使得这个数战数决呢 这个以色列最大的军事优势 不容易发挥 所以以色列只能 文杂文打 也就是说呢 在以色列事情 是被迫接受了 哈马斯设计的打法 要求加沙居民 这个离开北部 撤离到加沙南部呢 可能是以色列 目前最好的一个对应措施 那昨天美国国防部嘛 表示从17号以来呢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这个美军啊 和他的盟军遭受这个 亲伊朗民兵的这个 多达至少16次的攻击 仅仅昨天一天就有三次 所以拜登呢 下面的美军 对这个叙利亚禁队的 伊朗 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 多个设施进行空中打击 不过呢 这是 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 针对性的精确打击 他的目标是警告伊朗 不要对美军轻举妄动 所以我认为呢 这方面的冲突并不表示 美国会卷入战争 也不表示呢 就是这个战争会升级 我还是认为啊 中东整体的局势 还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 因为大多数的国家 并不想卷入 只要能够 让伊朗不敢轻举妄动的话 那么剩下的由以色列和哈马斯去解决 让他们去打或者谈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呢 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的数字快速飙升啊 这个国际压力呢也开始增加 所以美国的态度呢 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就是原来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自卫权嘛 现在呢有点转向 这个人道暂停 就是确保人道援助呢 进入加沙的这个通道等等 所以我个人但是还是认为啊 以色列地面部队呢 最终是大规模会进入加沙 轻角哈马斯的 好 今天呢因为是录播啊 所以跟大家谈一下 还是把上次的问题啊 看一下 一位朋友呢 Gracuse 说 盖茨舍身炸了麦卡锡这个碉堡 让共和党议会各议员的面目 也来了一次大暴露 为美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麦卡锡这次书的无微不至 太好了 真是神来之彼 其实我倒是觉得 这个不见得就是盖茨本人 就会想到这样的结局 就是有很多事情啊 不是由盖茨来决定的 但是呢 这确实是美国政治的一种运作方式 所以当时我不是跟大家谈到 有很多人说 有的人就觉得好像这个 美国怎么政坛搞成这个样子 其实这就是美国政坛的运作方式 他的观点必须表达出来 他必须对他自己的选民负责 他必须对他们这一批人的政治诉求负责 结果怎么样的话 做了再说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还有位朋友说 假如众议院议长一直选不出来 是不是美国对外对内的任何新政 新法规都无法制定审核 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众议长的实际权力比参议长大 是这样一个逻辑吧 我觉得道理上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的这个政治设置 从立法机构来说的话 虽然是参众两院 但是呢 真正代表选民的 真正代表选民的 实际上是这个众议院 而参议院呢 是代表各州的权利的 所以说 他跟你这个州的那个人数多少 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这个州的大小 经济实力一点关系都没有 每个州两个名额 所以是他代表州权的 从立法角度上来说 我个人相信 众议院的这个众议长的 实际权力要更大一些 好 今天呢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那么今天呢 是干净世界先播 所以干净世界的朋友们呢 请注册和关注 油管呢明天早上播 所以呢 也请大家能够订阅 点赞和转发 还是请大家能够留言啊 感谢大家对我节目的支持 和以前的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目时间再见